讲完大脑,我们就讲小脑了 好,我们由结构开始 小脑的体积是比大脑少的 第二,结构和大脑相似是什么意思呢? 表面就像大脑那样 是有很多高度纠结出现的 大脑高度纠结目的 都是想提供一个更多的表面面积 去容纳更多的神经元 而这个正正就是小脑,为什么都是这么多纠结 好了,讲完结构的功能又是什么呢? 小脑的功能就是负责协调我们骨落肌的活动 骨落肌即是你的手手脚脚的肌肉 而达致我们能够做到 身体保持平衡这个功能 好了,这句话呢,如何改善你们考试适用呢? 你呢,这里呢,就这样固住它 这样固住它 这个固好不要 改一个字 以保持身体平衡 这个就是小脑的功能 OK,你们要学 真实小脑还有很多不同的功能 这些呢,我们就不需要那么多 我们应付了一个考试先 就是负责协调骨落肌的活动 以保持身体平衡 好了,我们举一个例 对了,现在呢,你的鞋就被人踩 脱了个竿 你知道这件事,走路很不舒服 那我们的大佬呢,当然想怎样 弄回鞋竿 那你怎么弄回鞋竿呢?就像这个女士那样 你单起脚,手就想弄回它出来 那这些是随意动作来,大佬一定有参与的 但是你单起脚站的时候,你会发觉 你脚的大腿,小腿肌肉,脚咬那些肌肉 全部呢,是会 不停去做收缩放松,收缩放松 而这些你可以现在立刻都试一下 哪个肌肉收缩,哪个肌肉放松呢 其实你自己是 怎样呢?不用你控制的 你是会 不其然 就会做到这个动作 平衡到 那为什么呢? 原来呢 你的大佬想做这个弄回鞋竿的时候呢 你单起脚站 又能够保持到身体平衡呢 谁帮你协调了你小腿,大腿那些骨骼的收缩 原来就是小佬帮你做了 他帮你协调 不同的骨骼肌肉 以保持了我们的身体平衡 好了,第二个重点呢 你们就要圈低这个字了 协调 上面写下呢 控制 然后呢 就要打个靠叉 原因呢 控制呢 是有意识的 这个不可以这样说 好了,一般呢 如果我们的小佬 可能呢 有没有受过伤呢 他现在的 运作状态好不好呢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测试 在这里的影片,大家先看看 我们先看看 再来 先把手上的,先把手上的手上 好,好,好 我现在放手上的手上 好,另一个手上 放手上的手上 and now just go from the tip of your nose to the tip of the pen back and forth and i'm going to move the pen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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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other hand ok ok 图中这个 你都可以想象到 这个女士的小老 应该会出现一些退化或者疾病 为什么 她做这些动作 骨落肌是要协调得很好才能做得准确 你见到她的动作不是很准确 那就是我们通过一个这么简单的测试 我们就知道这个 她的小老 其实现在的情况是如何 有一套戏想介绍给你们看一下 很感人的 叫一公升眼泪 就是片中这个女主角 她患了一个天生疾病 就是她的小老就萎缩 然后她开始的时候 打篮球很厉害 但是慢慢的小老一路萎缩 那时候她的骨落肌的协调 就越来越做得差了 她打篮球那时候可能已经射不准了 再萎缩一点 小老那时候 她可能已经走路都不行 她要去坐轮椅了 然后再萎缩多一点 她的骨落肌的协调再差一点 她连说话都已经开始更加做得不好 最后她就死了 小老呢 如果我们把它做一个切片 我们就会看到 这个大老 外面就是灰质 中间就是白质 而小老呢 小小小小 背面都是很多皱节 但是有些相同的地方 小老的外层都是灰质 小老的内层都是白质 的一个